你看这个表面没有水分了 就可以揉 这是第一遍微菜啊 第一遍我们就这么大团揉 这第一遍就像洗衣服一样 你要这么说 这我也会揉啊 这一菜一摸顶上筹粘的 这样呗 嗯 可以了吗 得揉出来 得揉一会儿 你想咋揉就咋揉 小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 我妈让我揉菜 因为揉完菜这个手 你看这就都黑的 洗还洗不出来 对 然后那时候小学的时候呢 还一整检查卫生 让把手伸出来 然后每次一伸出来 老师就说 嗯这个卫生不太好 我就可不好意思了 这沙窗一会儿得碎 嗯不能吃劲 他们一让我揉卫菜 我就写作业 第一遍完事 这是第二遍 看就该这样是揉了 揉出浆 就比第一遍的那个盆 稍微小一点 然后再使劲转圈揉哈 对 要是晒干女姑勤的油哈 就跟草一样 它没有筋性 但你要揉好的像方便面一样 它吃的筋性一样 头些年我爸和我妈上山采菜 还顾我大姨把我们家揉过菜 嗯 还好大姨这手法怎么样啊 我不会揉啊 哈哈 那你头一年不给我们家揉过吗 揉过这都多少年不揉呢 不揉也是你 不是熟练工种了啊 不熟练呢 一点都不熟练 手还得一开一盒 一开一盒那样哈 有这微菜哈 第一遍和第二遍不需要技术 有力气就行 但是第三遍 第四遍呢 可需要技术了 这个手之微菜就麻烦 嗯 多说倒手 我和我大姨高从街里回来 一套大道哈 那菜一套真好 嗯 拿着油 油亮的有油的 今天菜价 肯定高 老根就是老根的 油不硬再会硬 硬对 看这个人家 人家溜练 对啊 它能揉进去 揉了三遍 两个认真的人开始剪根了 对 这菜你们是打算往精品底的精品整啊 那是啊 这要好吃啊 微菜啊 有一些表面的这个微菜开始打弯了哈 对 嗯 爆团了 然后中间这些呢 还得再继续晾一晾 啥时候打第四遍呢 马上 这个剪完了我们就打 老爷你是不是也会打团啊 这会打团 这都就是 团就是 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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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最考验技术些就是最难的一步来了啊 这个就是大团 给它绕啊绕啊绕啊绕 哎 这人有的不是说拿碗绕也行吗 这根本就不好试 曾经也用过 就主要是打团 打不好团 前面都是无关紧要的 有手就能会 但这个不行 那不就是抱着转转转转转 一个劲儿一门转 然后让外面也是卷 里面它也是卷 不能光外面卷 里面不卷 像发面似的 就这么让它一点点刺乱干了 不动它 你看看三沙川 就晒出来这么一沙川的菜 眼前谁也瞧你 天真好多照顾咱的 如果天不好的话 这个菜我跟你说 晒得又黑又黏和 咱这个菜晒得老棒了 一几棒 一二 上菜了 大馒头 剩下的步骤 就是给它正面翻完 翻反面 然后让它正面晒 全晒干了 全干成这个样子 然后就证明这个菜好了 成功了 人说东北人家 勤不勤快 就看他们满 的柴火咋板板的 瞅瞅咱家的柴火咚 就知道 我老爹和老妈 干活怎么样 现正是傍晚 五六点钟 我们这个太阳 已经架上落 了 带你们看看 我爸和我妈 闲不住的野 在那干啥呢 现在要吃完饭在这小院里一坐 那得老惬意了 这是今年不用上阳马来家霸园了呗 阳马来家霸园了呗 所以我们自己家开辟了一片小草莓地 看看我爸和我妈多会设计 正好这个项子是这么取的 然后这块多出来一块 就可以整个草莓地了 真香真厉害 厉害吧 我可贵一贵啊 咱家说 都没有贵的 一干回去想回事 这么一小块小破地都不让它咸 生菜过两天就可以吃了 人家都种三葱 咱家种的都是山芋葱 啥值钱种啥 看这一片还长得挺好的呢 现在山上的山芋头不怎么采了 因为它这个叶慢慢的就枯死了 你看现在属于是开花打底的阶段了 这两年因为收山芋头 山上的山芋头都快被挖掘了 这个是四葱是豆角 这两葱是冲豆 那四葱是冲 过了几天这样绿营有的 我都送这 他也都送的豆角 那也都熟了 哦 都熟 嗯 这样煮的送糖都熟了 看你妈给你送的两六姑娘 这姑娘不大都开花了 一葱茄子一葱蕉椒 那你种柿子和豆角太多了吧 豆角柿子你这为啥多 这是早期的那是晚期的 这不是说医肠啊 黄瓜姜种的豌豆 你看长那么高的 长得挺不错的 这还摘了两棱蒜苗 摘了蒜苗吧 它缓一样缓苗的尖 你看那尖就发黄 我妈这一说起它的小地儿 你看滔滔不绝了 小白菜姜菜 水锅吧 水锅吧 牛麦菜 那都是做菜的 这一料准备摘花了 这一料准备摘花了 你们俩一天一天怎么这么能整呢 让你这花好在这儿做 让她自己自由发展 你看这种的土豆多好 现在土豆三块多一斤 到时候你就可以吃土豆子了 希望今年的土豆子 别像牛眼猪子似的 这准备做青葫芦 还有那个砍瓜 全天老公公给送的苗 这准备摘营 看看这 小核桃树 这已经开花了 看看我爸和我妈 天天就是在家也闲不着 自己给自己找活干 愿前愿后的这一米三分地儿 种的都满满的 每一块地都不能让它闲着 都得种上东西 就是唯一现在有一点是啥 就是我们冬昂红之后太旱了 好久没有下雨了 如果一下雨的话 现在这个你们看到的 就不是黄土地的 而是一片片的黑土地 黑的流油啊 天天这还有一块小地儿 我妈擂得像花池子一样 种的这是什么葱 这是啥呀 油味菜 你可能会见缝茶针了嘛 我感觉我们家的菜 到时候是吃不了的吃 真的吃不过来 那你说你种那么老些干啥呀 那不是要咸地呀 我们这儿可以过夏天了 就要把我的小秋千拿着去 老妈妈也要上来 爷爷拿上 在这片小院里 都是爸妈这辈人的生活态度 他们总是孝着面对生活 每天都会给自己安排满满当当的活 让自己过得充实又踏实 有时候想想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也不是一地鸡毛 一屋两狗三餐四季 积极乐观地对待每一天 现在就开始期待 一个月后的小院了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